传统市场近载活情政策上路以来出现了不少问题 包括了电宅场严重不足 有鸡农跟摊商要到屠宅场去杀鸡 必须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回 也有鸡农说他们的生意掉了一半 简直就快活不下去 今天有上万名鸡农走上了街头 前往农委会表达不满 现场还一度爆发紧名冲突 拿出一颗颗事先准备好的鸡蛋 朝农委会奋力往前丢 甚至有鸡农试图冲破巨马 造成警民冲突场面相当混乱 因为不满近载活情错误政策 来自全台上万名鸡农 十三号下午到农委会前抗议 要求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必须为错误的政策下台负责 鸡农表示新政策仓促上路后 因为消费者不喜欢吃电宅的土鸡肉 业绩掉了三成 让他们快活不下去 也有鸡农抱怨 因为屠宅场设置不够 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多小时 门坡电载场 养金协会表示农委会对外宣称 全台有八十三家合格的电载场 但实际只有四十七家业者 愿意带杀土鸡特色鸡 结果导致不少电宅场 载出的土鸡出现断翅 断腿破皮残留内脏的问题 影响销路 要求政府应该要平均设置电宅场 才能足以改善目前 土鸡电宅场量不足的现况 针对基农的诉求 农委会也派出副主委出面 和基农代表沟通协调 记者吴亚宇林国防台报道